我们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们的轴承 轴承 大家这个东西应该不陌生 这大戏应该 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大家都玩过 都见过 都摸过 也就这么个玩意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轴承 有一点小小的特殊 有个什么样的特殊呢 因为它是我们最常用 用的最多 运用最广泛的 一种轴承 当然像我们热带雨林收入队 升高九层承 因为它是我们轴承里面 最经典的一款 最经典的一款 百年不老 百年不老 它叫做升高九周城 升高九周城 大家 大家可以到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零件库里面 零件库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to box to box 因为昨天老师给你们的那一个插件 昨天老师给你们的那个插件里面没有轴承 没有轴承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 但是我们 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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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有这个轴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to box 在里面 你可以把零件存进去 分类 但是它本身 它就带有一些标准件 带有一些标准件 当然是我们常用的 例如电圈 档圈 罗文 罗母 罗钉 当然还有我们的轴承 大家别选错了 一定要选我们的国标 选我们的国标 选我们的国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轴承 还有档圈电圈 这些东西都有 还是算比较 算比较齐全的 算比较齐全的 我们录像了 录像了 录像了 可能今天啊 可能今天晚上老师的声音 没没今天下午那么大 确实是嗓子不舒服 像我们这个啊 深沟球轴承啊 它有哪些特点呢 我们先给啊 我先给大家啊 过一顿啊 过一遍那个理论知识 大家啊 我叫到啊 该记的地方 你必须拿个笔啊 拿张纸啊 或者不管你拿个什么东西啊 你给我记下来啊 记下来 因为这些东西 可能你现在听着 觉得没什么用 但是你要用到的时候啊 它就要你的命 你现在不听 你要用到的时候 它就要你的命 啊 我们再点一下啊 点一下这个 现在配置 点一下 现在配置就行了啊 它就会显示出来了 但是我们生成这些插件的时候 可能啊 可能因为老师的配置有点低 这个电脑配置有点低 所以它生成比较慢哦 所以我先前就生成了一两个 我们的啊 这些理论知识啊 现在啊 不一定马上能用到 但是啊 你要用到的时候 绝对会用到啊 绝对还是有用的 啊 我们点一下啊 点一下那个啊 显示啊 显示了这个页面的啊 点一下现在配置啊 点一下现在配置就行了啊 我是说啊 我们的tubox里面 哎呦啊 有很多啊 自己啊 附带的那些啊 自己附带的这些啊 标准件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啊 大家可以去用一下 我们这个升高球轴承啊 他到底有哪些特性啊 他到底有哪些特性 他到底有哪些特性 我们有些可能 应该我们的小伙伴们都进来了啊 没关系啊 啊没 万一掉不出来啊 万一掉不出来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tubox啊 啊 就像我们啊 有一位小伙伴说的啊 有一位同学说的 确实他不是啊 用也用 但是我们用插件用的更多啊 用插件用的更多 我们升高球轴承啊 他主要是啊 承受镜像载荷 什么叫做镜像载荷 啊 啊 啊 镜像载荷啊 主要是啊 主要是承受镜像载荷啊 其实 其实我们的升高球轴承成啊 他主要 我拿个叫边出来 啊 对今天我们是VIP课程啊 VIP课程啊 我们的金像载荷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圆环的中心啊 圆环四面八方啊 四面八方给他的力 他一般啊 就是承受在我们的外圈上 但是实际承受力 实际承受力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钢球啊 就是我们的钢球啊 实际承受力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钢球啊 我们啊 要计算的时候啊 要计算或者选型的时候啊 一定要考虑啊 一定要考虑我们的钢球的大小外境啊 和我们的外境 升高球轴承啊 主要是承受镜像载荷 当然 他也可以承受一 啊 很小的一部分啊 很小的一部分的 啊 轴向载荷 轴向载荷 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方向吧 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方向吧 啊 大家计算这方面 不用急啊 大家计算方面 不用急啊 因为啊 我们设计啊 我们使用这些轴承的时候啊 使用轴承的时候 只需要把它调出来就行的 因为计算啊 计算他已经 那些啊 卖家他都 特别像升高球轴承 他是一个标准键 不像啊 不像我们啊 其他的一些轴承 他可能是非标的 要去定做的 啊 老师讲的是 升高球轴承啊 其实啊 你像我们的升高球轴承 大家 我老师可以给你们画一下 一个横前面啊 啊 不用我们画了啊 直接用这个截面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升高球轴承啊 升高球轴承 他两边啊 两边 他是没有脚啊 接触 接触脚啊 接触二法脚 他是没有那个脚的 他是两边平行的 两边平行的啊 就是我们这两个边是平行的 但是你像我们的脚接触轴承 他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脚啊 接触二法脚啊 接触二法脚啊 其实都是一回事 其实都是一回事 像我们这个啊 为什么说升高球轴承 他是最经典的一款啊 就是这个原因 所有的轴承啊 所有的轴承 他都是根据啊 我们的升高球轴承啊 的理论来设计的 即使像我们的原轴滚子轴承啊 都是一样的啊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声音不是特别稳定吗 声音不是特别稳定吗 老师已经把声音看到最大了啊 老师把声音看到最大 可能是一位啊 可能因为老师这个电脑 确实是有点水啊 确实是有点水啊 过一阵子啊 过一阵子啊 公司应该会给老师配一台电脑啊 老师尽啊 老师尽量把声音啊 尽量把声音啊 把自己的声音给调大一点啊 把自己的声音调大一点 我们先不急着啊 说别的 先把这个理论支持啊 过一遍啊 先把理论支持过一遍 大家可以啊 一定要 接下来啊 就是我们的重点了 大家可以记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不是可以记一下 一定要记一下 我们的原制啊 这个升高球做成啊 升高球做成 它是由于 转速比较高啊 转速比较高 那环境啊 转速比较高的环境 适应转速高 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啊 我们的润滑啊 我们润滑 老师是啊 老师是上啊 一三五 但是 轩然老师今天啊 忙不开啊 啊 老师就帮他带一节课 像我们啊 什么样 涉及到高速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 不管是高速 低速 中速啊 或者中低速 我们都需要考虑轴程的密封 再加上 它的啊 润滑啊 像我们的升高球轴程 它适用于啊 高转速或者超高转速的情况下啊 超高转速啊 的情况下 它都适用 这就是我们先前第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到 它是一款经典的轴承 你像我们的啊 高速 高速运转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润滑剂啊 用什么样的润滑剂 大家都应该看过啊 啊 我们都一啊 一分钟都达到了六千转了啊 一分钟达到了六千转了 你说那是不是高速啊 至于怎么去啊 至于怎么我们去制造这些啊 轴承啊 那不是我们呃 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啊 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 啊 啊 接着 我们 接着我们的话讲啊 我们这个啊 在超高转速或者高转速的时候啊 我们用什么样的润滑剂 像我们啊 大家 只要洗个碗的 洗个碗的都知道啊 洗个碗的都知道 我们要用冷水去洗碗的时候 我们的手上会沾有一层油膜啊 洗也洗啊 啊 洗不掉 除非你有那种洗手液啊 洗洁精之类的啊 才可以把那层油膜给洗掉啊 同样 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滚子啊 我们这个滚珠啊 我们这个滚珠 同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把它 需要 让它也包上一层那样的油膜 那个油膜有什么作用呢 一个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啊 还有 我们可以让它啊 与外界的空气隔离 啊 外界的 外界的空气隔离啊 你像我们的轴啊 轴承啊 用什么样的材料做的呢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 我们轴承 像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轴承啊 一般是用轴承钢啊 啊 高个15 轴承钢 还有啊 像我们不锈钢啊 一般都是普通的轴承啊 我只是说普通的轴承 一般来说啊 我们用的普普通轴承啊 口 我们口里面说的普通轴承 一般的指的就是神科球轴承啊 当然出面上的又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油膜啊 油膜是怎么回事 我刚给大家说了啊 我们洗啊去洗碗的时候 手上就会沾上一层那样的油膜啊 那个油膜啊 很薄很薄 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啊 是啊 无法估量的啊 假如你没那层油膜的话 我们的滚珠啊 很容易生锈 因为它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滚 外圈和内圈的这个 槽里面啊 滚动的时候 它会把啊 外面那一层氧化膜啊 把外面那一层氧化膜啊 给磨掉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啊 我们需要一个油膜 把滚珠给包住啊 让它隔绝空气 隔绝外界的杂质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像我们这个轴层 它是比较耐用的啊 它是比较耐用的 要是啊 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面的小伙伴 还有谁 我们用过油润滑没有 用过油润滑没有 就是加点油就行的嘛 就形成了一层油膜嘛 具体那个油膜 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没必要深究啊 家里炒菜的油怎么用过吧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 你像我们家里那个锅铲啊 那个锅铲 为什么啊 会 它不会生锈 你像我们的锅铲 它也是啊 那个生铁啊 之类的铸造的啊 但是它上面经常炒菜嘛 它上面就会包覆一层油膜 所以它不会生锈 就像我们的锅子 因为经常去洗 把那层油膜给洗了 你要是不烧干的话 我们的锅子啊 锅底它就会生锈 就是这么个道理嘛 像我们的生铁球制成啊 它啊 它非常的耐用 它非常的耐用 它不像我们的啊 圆锥滚子抽针 圆锥滚子抽针 有个什么样的缺点呢 圆锥滚子抽针 是可以拆卸的啊 可以拆卸的啊 需要我们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去组装啊 把那个滚住啊 滚住啊 把那个内圈外圈啊 给组合起来啊 所以它那样就导致了 导致了它的精度有问题 啊 还有就是它的使用寿命 会比我们的生铁球周针要低 再介绍我们这个生铁球周针 它有一个啊 什么样的优点呢 它的制造精度可以非常非常的高 啊 可以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 日本有一家啊 制作轴承很出名的公司啊 叫做NSK啊 NSK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这个公司啊 日本的NSK 它的轴承做的是啊 全世界都出名的啊 全世界都出名的 啊 像老师给啊 我们的同学们讲那个 啊 讲直线倒轨的时候 也提到了这个公司啊 提到了这个公司 因为直线倒轨啊 也是这个公司最先做的 啊 这个公司很牛逼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他们上那个啊 啊 他们 他们的轴承是做的 全世界都是持名的啊 直线倒轨啊 也是他们率先做的啊 你看我们的啊 这个升高球轴承 他用到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呢 啊 像我们这些 变速箱啊 变速箱 啊 电机 我们的农业机械啊 工程机械啊 建筑业啊 都会用到我们的轴承啊 升高球轴承 升高球轴承啊 他是用的最广泛最广泛的一种轴承 任何一种轴承都没有啊 他用的多 即使我们啊 即使我们 小到我们的一个一点点大的机械手 啊 一点点大的机械手 啊 大到我们的传播啊 传播建筑那些啊 工那些行业的啊 他的直径可以达到啊 几百好几百啊 大家应该玩过66球啊 玩过66球啊 66球他里面啊 也有一个这样的轴承啊 66球里面也有个一样 这样的轴承 接下来啊 接下来老师讲的啊 大家啊 可以记一下 至于记不记在本的啊 那是你们啊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 轴承的大小啊 他有很多种类啊 轴承的大小 他有很多种类啊 小于26 小于26 叫做V型轴承 小于26 叫做V型轴承 啊 28啊 28到55 小型啊 28到55 小型轴承 60 60到115 中小型 60到115 中小型 120 120到19 中大型 200到430 大型 啊 200到430 就是我们的大型轴承啊 当然我们的特大型的 大于400次的 这些东西啊 因为理论知识 他特别多啊 理论知识特别多 但是老师啊 只是挑了一部分啊 重要的啊 再让你们容易能接受的啊 一部分啊 一部分 跟你们讲一讲 你像那种啊 我们平常又不怎么用到啊 平常又怎么不怎么用到啊 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是个外境啊 外境 外境 你像啊 什么我们的安装啊 安装游戏啊 那些东西啊 确实也重要 但是 装备的时候啊 那是工人师傅的事情啊 你只需要啊 把这些东西 做好就行了 怎么 那些东西 我讲这别扭 你 你听得更加别扭 啊 你只需要啊 接下来啊 接下来 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因为几种常用的 几种常用的轴承的代号 轴承的代号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轴承的代号的话 你去查一个手册啊 那简直是瞎摸啊 瞎摸 因为你不知道轴承有多少种型号 光啊 光这个升高球轴承 他就有啊 光升高球轴承 他就有 成把 成百上千组啊 成百上千组 你像我们的升高球轴承 他的代号是什么呢 升高球轴承的代号啊 你像我们英雄说的 对 他的 他的 他的代号是六啊 他的代号是六 只要我们看到啊 只要我们看到啊 以六开头的代号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轴承 他是个升高球轴承 啊 升高球轴承 我们常用的啊 常用的几种轴承啊 比如我们的升高球轴承 他是六 啊 他代号以六为开始啊 像什么 六二一四啊 啊 啊 六零零二啊 这些啊 你只要去查 把这个代号啊 往上面 只要知道这个代号 你就会知道 这个轴承 所有的啊 所有的信息 包括他的内进 外进 他的滚租 啊 他的制作公差 啊 当然还有我们啊 这个 这个厚度啊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点啊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点的事 啊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点的事 我们 像像我们这个啊 就以我们的升高球为例啊 我们升高球轴承啊 即使他的外进和内进是相同的 他的厚度也会不相同啊 他的厚度和 他的厚度可能也不会相同 更何况我们的啊 制作精度 像我们的制作精度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他的制作精度啊 有也有几种啊 像我们的T零级 T零级 P零级 P零级啊 也就是我们评着啊 这个P老师不说了啊 就说零级啊 啊 我们因为我们那个 精度上面前面都有一个P 比如我们的零级啊 6X级 啊 6级啊 5级 4级 还有2级啊 当然到了我们的5级的话啊 到了我们的5级 这个轴承的精度就比啊 就比较高了 这个轴承的精度就比较高了 例如我们做机械手的时候 例如我们做机械手的时候啊 机械手因为他使用的啊 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需要 使用高精度一点的轴承啊 我们用5级就够了 5级就够了啊 当然你要是 呃 那种精度要求特别高 你当然还可以用4级 2级都行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其他的几种常用的轴承的代号啊 常用轴承的代号啊 3啊 以3开头的 以3开头的 表示圆锥滚子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 他叫做啊 以3开头的圆锥滚子轴承啊 以5开头的啊 以5开头的 推力球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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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啊 用的啊 可能比这前两种还要更多的 脚接触球轴承 他的代号47 当然啊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其他的用的稍微少一点 老师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啊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因为这几种 你必须得记在心里 你只要啊 你只要记在了心里 这些东西 你一看到啊 因为这几种是比较常用的嘛 我们去采购的时候 或者我们需要这种东西的时候啊 一眼就知道 他是什么轴承啊 七代表 脚接触球读生 脚接触球读生 我们的七不是调心轴承啊 七不是啊 七不是调心轴承啊 七是脚接触球读 老师给大家写一下 脚接触球读生 七是代表脚接触球读生 其他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其他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我代表 我代表推力球读生 我代表推力球读生 五六五代表推力球读生 大家这些啊 是啊 网上因为网上啊 你可以说 随便说一下就有 等会我们会讲一个啊 讲一个例子 那才是我们的重点 理论 咱先就过一下 知道就好啊 不记得了 先把它记啊 不知道了 先把它记下来 等老师下课了 你可以再问老师 还有你像我们 你像我们 这个轴承 他有时候 他不会直接写内镜 他不会直接写内镜 他用什么去表示呢 啊 他用什么 他用什么 他用什么去表示 比如我们的零零 啊 零零 零一 零二 零三 大家啊 大家只要看到这些东西 不要觉得 我给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啊 大家不要觉得陌生啊 以后听到的这些东西 不要觉得陌生啊 零零代表什么呢 这啊 这代表啊 我们的工程内镜 我们的工程内镜 零零代表什么呢 他的内镜 他的内镜是十啊 十毫米 零一代表什么呢 十二毫米 零零一啊 零二代表什么呢 十五毫米 零三啊 代表十七毫米 大家知道这个数字就行了 万一不记得啊 可以 可以以后再去查 或者问老师都行 这没什么问题的啊 因为啊 一下子记多了 也记不清楚 老师喝喝水 老师喝喝水啊 刚刚啊 刚刚那一组啊 那一组工程内镜代号 大家记不住啊 可以先写下来啊 没理解也没关系 等会老师啊 可以问一下老师啊 可以问一下老师 但是我们先把 这一节课的重点说完啊 不然我们等一下课上不完 大家啊 大家不知啊 不知啊 要知道掉这些啊 工程啊 这些三维模型啊 三维模型 也要啊 也要经常去翻我们的 翻我们的机械手册 机械手册 就是老师啊 老师给你们的那一个啊 啊 软件啊 昨天老师又发上去了啊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软件啊 就是这个软件啊 要经常翻这些东西 因为这啊 这 这就是一个啊 很好的资料 很好的资料 任何啊 我们需要的标准件的资料 这里面都可以找到 这里面都可以找到 你像老师调的啊 老师调的这个模型 它的外境是十一 内境是啊 内境是四 啊 我们就很啊 很快的可以找到 我们啊 关于这一个 啊 我们这个D代表什么意思 大D代表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可以 在这上面啊 查到 你看我们啊 D代表内境啊 大D代表它的外境 还有其他的各种参数 你都可以在这个表里面查到 我们有一个 这么好用的东西 不用啊 必须得把这个东西 充分利用起来 不管是谁 他不会记住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他也记不住啊 记住了也没用 你看啊 我们这些东西啊 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 一定要充分利用起来 把这个东西 利用起来了啊 才是你的资源 不然它就是一个废品 你像我们刚刚啊 我们要讲的 我们要讲的 我给我们的 同学们要讲到的 东西 无非也就是 这里面的东西啊 无非也就是 这里面的东西 我告诉你 我今天啊 我先 我先再就告诉你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图啊 就是这个图啊 轴层安装的时候 轴层安装 轴层一般啊 是与轴层做 和轴啊 和轴配合 他啊 刚刚那个图 刚刚那个图 就很好的解释了 啊 我们怎样去安装 他的安装 他的轴层啊 我们的轴层是多 这些东西 不是你瞎搞的 不是你瞎搞出来的 我们 我们把最后啊 把最后一个啊 理论支持点过了以后 咱就说啊 咱就说 那一个 那一个图片 假如啊 老师应该会给你们画一下 稍微的画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老师以前画过那个东西 但是现在一下 找不到那个模型了啊 没关系 但是老师等会 会给你们画一下 我们轴层啊 大家啊 老师先前就给大家讲过了 一般的普通轴层啊 普通轴层 他就是用轴层钢 和不锈钢 但是 他的材料啊 但是他的 他经过高速 或者长时间的运转 他会出现各种啊 各种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啊 也就是我们啊 书本上说的啊 失效形式 所谓的失效形式啊 啊 我们的失效形式是怎么回事呢 啊 其实 就是 我们这个轴层 报废了 说白了啊 只要他失效了啊 我们的轴层就报废了 我们轴层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 有一个很大原因 啊 报废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的材料的原因啊 因为他是钢的嘛 钢的 他就容易啊 大家都知道 挺容易生锈啊 他有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啊 原因就是 他 锈时比较快啊 当然不 这个快是相对的啊 是相对啊 我们的轴层而言啊 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啊 我们锈时的原因有哪些呢啊 我们不是有些轴层 这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些轴层 他这上面 废 啊 安装一个 啊 安装一个密封啊 密封圈啊 密封圈 把这个滚 啊 两边都会安装啊 他会把这个滚珠给藏起来啊 把滚珠给藏起来 这个原因啊 这一个目的就是 防止那些 非尘啊 杂质啊 特别是安装在外面的啊 就是啊 暴露在空气中的 那种轴层 他一般会安装这些啊 会选用这种 有密封盖的啊 有密封圈 密封盖这种轴层 因为他可以啊 防止那些杂质 进入到这个啊 轴层之中啊 杂质一进入这个轴层之中呢 他就会与这个滚珠和那个啊 我们的外圈内圈摩擦啊 容易生锈 当然 假如我们的轴层 放那里长期不用啊 你要不加维护啊 那更加容易生锈啊 这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你不维护的吧啊 我们维护肯定是 啊 肯定是加油啊 肯定是加油 假如啊 我们买这个轴层 是个裂之货啊 是个裂之货啊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补了货啊 它的外圈内圈 做的比较粗糙 或者我们的滚珠 做的不够光滑啊 它也啊 因为磨损啊 它也容易生锈 大家知道啊 铁啊 我们轴层啊 虽然说是啊 各种钢啊 但是啊 大家知道各 啊 他们啊 这个钢是怎么做成的吗 它大部分还是铁元素 铁元素 它的铁的含量 还是占了绝大部分啊 其他的啊 其他的都还是啊 一个辅助的作用 辅助的作用 铁 它是一种比较活泼的金属啊 比较活泼的金属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 哎 放到那种啊 可以与铁反应啊 就是可以锈尸铁啊 在那种啊 环境之中 例如我们的酸啊 酸 像我家里用的那种醋酸啊 啊 现在像我们啊 因为啊 各种原因造成的酸 鱼啊 它很容易 很容易锈死这种啊 所以我们的轴承 一般不安装在外面 就是这个原因啊 还有我们的啊 防锈剂做的啊 也是个列之后啊 达不到我们防锈的要求 它也容易顺锈 说了这么多原因啊 大家只要记住了 说白了 就是不要让它暴露在外面啊 它的使用环境 尽可能保证啊 足够的干净 尽量啊 要做好我们的啊 维护 就是这么个啊 就是这么些东西啊 再给大家啊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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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啊 我们这个 DA啊 我们这个DA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这个DA就带啊 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距离 它更大的部分是说啊 我们的轴啊 我们的轴的大小啊 我们轴的大小 这个DA啊 它是个最小子啊 我们的轴啊 与我们这个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把这个看成一座啊 一个轴 这一段啊 这一段看成轴尖啊 看成轴尖 意思就是啊 我们轴尖的直径 根据啊 我们轴啊 轴尖的直径 和套在我们啊 轴成内圈啊 我们的内径的那一段 它的啊 它的尺寸 都是根据我们的轴尘 来设计的 它不是莫名其妙的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你看我们的轴尖 给大家看一下 老师选用的是啊 选用的是这个型号 选用的是这个型号 它的轴尖 至少啊 轴尖直径 至少需要啊 5.2 5.2 这个啊 这一段 这一段又表示什么了 啊 这一段又表示什么呢 这一段 表示的是我们 轴成座啊 轴成座 轴成座那一段啊 老师给大家稍微的画一下 稍微的画一下 啊 光光看这个二维图 我们的有些同学啊 啊 有些同学看不懂 有些同学看不懂 老师给大家稍微的画一下 你像刚刚老师啊 刚刚老师选用的啊 我们那个直径啊 类啊 当然就是我们的类圈直径啊 类圈直径 它是四啊 我们老师的电脑确实有点 其实这种方法也不是唯一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旋转啊 直接画个旋转 也比较快啊 其实老师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走成这一段换到六 以后我们还可以装个档圈嘛 万一它跑出来了怎么办 我们可以装个档圈嘛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装 等我房子一段老师再跟你们讲啊 要一般是要装个档圈的啊 当然它有那个轴承座 靠住了的话就不需要啊 要是要装个档圈的 要是要装个档圈的 但我说呢 我不行通过 我可以装个档圈的 她大概哦 她说我必须要装个档圈的 我这种话呢 我去两个档圈的 都要去的 都要去的 不是就我可以装个档圈的 这这种 我可以装个档圈的 这个 这个 跟三一档圈 跟三一档 他们就不能装起 那我不要听一下 那我们就这样 好 好 像我们轴间它的最小直径 轴间的最小直径 5.2 我们画到5.4 5.4 5.4 5.5 5.5 5.5 我们再配合一下 我们再配合一下 我们再配合 我们这种配合 有轴与我们 轴与我们这个轴层 这种配合 一般是过瘾配合 一般是过瘾配合 不会出现 至少老师到现在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轴和这个轴层 轴和轴层出现什么 出现什么间隙配合 因为我们这个轴层是要沿着这个滚足一直旋转的 这个轴是起个连接作用 这个轴的轴是起个连接作用 它肯定要过瘾配合的 更多 有的时候 我们为了 为了安全起见 这个地方 再加个档圈 也就是我们的烤黄 这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图的三维形 三维 老师不也把这个轴层给透明一下 这看还是看不清 啊 因为这个确实电脑电脑配置太差了 啊 就 就不太 不太方便啊 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啊 我我这个轴间啊 我这个轴间的直径啊 我轴间的直径要至少要5.2呢 以下我们的内径就已经有4了 假如它太小了的话 太小了啊 比如 例如我们啊 出现什么情况 或者它本身就有一个往这边的力 啊 一个往这边的力 我们的轴间要是太薄了啊 这个太薄了 你即使像我们啊 做到现在5.4 它也就啊 一边也就0.7嘛 0.7有多厚啊 一点都不厚啊 假设我们有一个像这边的力 它怎么可能挡得住 直接就过去了啊 直接就过去了 我们这个啊 整个这个一段轴 它就会变形啊 直接就会变形 我们这个整个轴就会啊 报废掉啊 或者说我们的机器啊 或者说我们的机器都会有问题的 您不管呢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啊 我们这个轴和轴层配合啊 不只是啊 像我们的加热 加热安装是在啊 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加热也是在油中啊 在油中加热 它是啊 过营量比较大的时候啊 用过营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用加热安装啊 把轴层啊 或者把轴啊 加热 加热安装 但是啊 像我们的过营量比较小的时候 过营量比较小 我们可以用那种啊 橡皮锤啊 橡皮锤啊 把它轻轻的敲一敲啊 轻轻的敲一敲啊 加热安装 加热安装指示我们在啊 过营量比较大的时候 过营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用加热安装啊 同样啊 同样我们那个啊 轴承坐啊 轴承坐 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啊 轴承坐 老师就不画了啊 轴承坐 和我们这个轴是一样的 它只是啊 比这个啊 把这个外圈啊 把这个外圈 啊 老师还要画一下吧 啊 还是画一下吧 因为这个啊 电脑实在是太卡了 所以不 不是特别方便啊 我刚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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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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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